各位你好,我是心齋,一年不生,蔓延放下 今天是2024年5月20日,小滿 小滿者物至於小得盈滿 這個時間下屬作物的紫粒開始飽滿 但是還未成熟,故只是小滿,還未大滿 氣候特點,小滿正值五月下旬 天氣越來越熱,雨量也漸次增多 香港的平均氣溫超過26度 生活的養生妙法,設計下不作目 小滿之後盡量少坐戶外木耳 由於天熱雨多,露天的木耳會因雨水和曝曬之後 易散發潮氣,長久坐在上面容易誘發皮膚病 痴瘡,風濕和關節炎等等 如果稍作休息,可以加層墊子 切密、貪量、飲冷 氣溫雖然不斷升高 但切密、貪量、飲冷 否則容易損傷、脾胃 導致腹痛、輻射等症狀 也不好,赤薄、貪量 非但不涼快,反而容易吸收熱量 會感到更加滿意 第三,增酸、減苦、小滿時節 也是容易誘發皮膚疾患的節氣 好像風疹、濕疹、看斑、香港腳等等 所以在飲食方面要少吃濃味、辛辣、肥膩的食物 以免生濕、阻濕、加重或誘發皮膚病 飲食、調養如意 清爽、清淡為主 好像赤小豆、異米、冬瓜、青瓜、西瓜、山藥等等 小滿後不闖過這六關 一整年身體就胃了 小滿後氣溫越來越高 身體虛弱 各種生理功能退化的中老年朋友 更是夏日難捱 專家提醒 夏日養生有六個關要闖 要特別注意 否則會埋下病根 第一關 養陽關 首先是 暑天容易傷氣 這將導致體力元氣不足 機體功能下降 例如出汗太多 水份得不到及時補充的情況下 人就容易傷遵脫疫 免疫機能一旦下降 感冒 腸胃疾病往往承虛移入 對心腦血管疾病患者而言 夏季心臟功能容易混亂 夏天中老年人出汗多 導致血容量減少 血液黏酬度增加 簡而言之 夏天人的陽氣 從旺盛頂點慢慢下降 所以夏令養生 尤其要注意氧氣 以防到了冬天 陽氣不足 對策 調節好體溫和室溫間的差別 而且房間內外溫差不能太大 室溫保持在27度 不要太低 總之 夏季要在一個 涼爽乾燥舒適的環境中生活 設計因貪糧而引發各種疾病 一、飲薑茶 老百姓常說 冬吃蘿蔔下吃薑 不勞醫生開藥房 夏天一定要多些吃薑 不過最好在上午吃 第二 時事按湧泉穴 中醫認為精從足底生 精即是人體的能量 足底有一個重要的穴道 就是湧泉穴 因此可以每天空閒的時候 按摩湧泉穴 第三 夏天也要曬太陽 不花淺 卻有效 能夠防止骨質疏鬆 有助於卵巢功能的穩定 這個在中醫叫做 以陽保養 早晨9點多或下午4、5點 曬15分鐘 不要忘記多曬背 因為背上有毒物 第二關 情緒關 夏天天氣炎熱 情緒容易波動 導致血壓上升 心搞痛、心肌緊失、心力衰竭等疾病發作 此外中風在夏天的發病率是相當高的 需要引起重視 值得一提的情緒波動過大 會導致腸胃功能的混亂 呼吸系統疾病和哮喘等 亦與情緒有很大的關聯 對策 有意識地調節情緒 原本就有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的患者 在夏天一定要注意控制情緒 保持平和的心情 以降低疾病發作的風險 第三 三 濕熱關 夏天多暑多濕 人往往感到頭寵 腦痛 容易抑鬱 圈桌 胸門 胃口不好 對於呼吸系統疾病患者來說 夏季要多注意保養 以防吸受器管疾病的反覆發作 而對於體質濕熱的人來說 手心腳心腸有發熱感 而且在濕氣和熱氣交傷作用之下 很容易便秘 對策 第一 飲食要清淡 多食用燒熱利濕的食物 如綠豆湯、荷葉粥和小豆粥 或者用冬瓜和蓮葉二米燒湯飲 同時還要注意調節房間的濕度 多些開窗通風 第二 中醫有夏天洗腳 鼠塞可去的說法 這裡介紹一個中藥炮腳坊 乾薑二十克 川椒三十克 芽葉三十克 生根草十五克 透骨草十五克 貴枝二十克 雙枝二十克 父子二十克 用法是把藥用沙布包好 放在水裡煮開 後把藥包取出 把湯倒入一個稍深的肉盆裡 等到四至五十度就可以泡腳了 每一日泡一至兩次 每一次二十至四十分鐘就可以了 第四關 睡眠關 夏天就長夜短 而且夜間溫度很高 導致一些人夜間休息不好 這樣是會加大心血管疾病的發作風險 好像高血壓患者而血壓升高 心搞痛患者發作頻率提高 對策 保持足夠的睡眠 這個才能夠維持身體各項機能正常運轉 建議成年人每日保持七個小時高質量的睡眠 另外睡眠一定要蓋被 人體瘋氣十分喜歡暖怕冷 對溫度非常敏感 即使在非常熱的時候 亦是會因受涼發生腹吐、腹射、胸背 還有很多重要肉位 受涼之後容易產生腸胃、呼吸度和心血管系統的種種疾病 具體說來睡眠時有幾種要特別注意 第一堅持日日午睡 最好日日堅持午睡 20至30分鐘 按時睡、按時醒、養成習慣 睡醒後一定要緩慢起床 坐直30秒後才起床 站起還要等30秒才能開始活動 可以輕鬆被按摩手臂 對緩解酸痛感和恢復清醒有不錯的效果 睡肢以感覺舒適為佳 但不要令到胸部受壓 可以和衣而睡 但不要著涼 從來都不坐著睡 第二不要開燈睡覺 醫學研究發現 睡眠時開燈是會抑制人體 退黑色素的分泌 令到免疫功能降低 退黑色素的分泌可以抑制人體 膠感神經的興奮令到血壓下降 心跳速度減慢 心臟得到休息 同時增強免疫力 消除疲勞 甚至還可以起到殺死癌細胞的作用 而開燈睡眠時 退黑色素的分泌會受到抑制 第三,選擇對的睡肢 對於常人來說 右側臥是最好的睡眠姿勢 它令到我們心臟受到最少的壓迫 減少心臟負擔 令到血液流暢 睡肢也要根據自身情況來確定 心臟衰竭病人應該選擇半側位 半坐位 對於肺部有疾病的人 而採取側臥位 耳利、肺部、呼吸等等 不論如何 睡眠時頭記的位置 一定要稍高於腳的位置 不然容易患腎臟疾病 第五關 飲食關 下日飲食不要太飽 通常吃到七、八分就可以了 但一定要注意全面均衡的營養搭配 不可以偏食 不可以挑食 有些人受天氣影響 食慾不振 這樣就可以吃些稍微清淡些 專家建議下季應該食用低糖、低鹽、高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食物 盡量小吃、辛辣、油炸的食物 對策 適宜下季食用的有冬瓜、白蘿蔔、蕃茄等化濕通魚 有助於改善腸胃功能的食物 下季而多食用 淡水魚、小食、紅肉 可以喝缺明子茶、大麥茶、菊花茶、釜丁茶、綠豆湯等飲料 專家亦推薦五個最佳食物 第一、最佳調味品 醋 醋在烹調中必不可小 夏季菜中放醋更有益 夏季細菌繁殖活躍 長度傳染病增加 這個時候 醋能對各種病菌有較強的殺傷作用 第二、最佳蔬菜、苦味菜 俗語講天熱食苦 盛此進補 可以多食苦瓜、苦菜、蒲公、苦筍等苦味食物 它們含有胺基酸食品、苦味素、生物鹼等等 具有抗菌消炎食品、解液、去濕、提神醒腦、消除疲勞等多種功效 第三、最佳肉食、鴨肉 鴨肉、美根、不咸、性良、從中醫、熱者、寒之的致病原則來看 特別適合體內有熱的人食用 例如低燒、虛弱、食小、大便肝燥等病狀 第四、最佳飲料、熱茶、茶葉中附含甲元素 既解喝又解乎 經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 鴨綠茶還可以減少三分之一 因日曬導致的皮膚曬傷、鬆弛和粗躁 據英國專家的試驗表明 熱茶的降溫能力大大超過冷飲製品 乃是消暑飲品的攪攪者 第五、最佳水果、西瓜 西瓜味甘甜 聖韓民間又叫做韓瓜 是瓜類中消暑解渴的首選 民間有每天半個瓜 好暑算什麼的說法 夏天出現中暑、發熱、心煩、口渴 或者其他急性熱病的時候 均而用西瓜進行輔助治療 第六關 運動關 部分人存在這樣一個誤區 由於夏天汗出多了 就冷於運動 其實夏天仍需維持適量的運動 但是要注意不應該在陽光下運動 同時由於夏天運動出汗量更大 對排毒有好處 但要注意及時補充水分 防止出汗過多 導致血黏度升高 還有一部分老人家選擇一早出門鍛鍊 直到上午才停 模型中延長了鍛鍊的時間和強度 老年人鍛鍊稍微出點汗就可以 但是運動量太大也是問題 專家說 高溫季節人體本身的深層代謝 就要消耗能量 長時期高強度的鍛鍊 會增加心臟負擔 放低人體抵抗力 容易誘發中風、心肌緊失等 心腦血管疾病發生 對策 飯後一小時再運動 而且運動不如太激烈 不要流過多的汗 散步、慢跑、游泳等 運動很適合下季進行 同時下季一定要多些飲水 及時補充水分 排除毒素 減輕心臟負擔 第二 不如太早出門 太早出門的話 因為氣溫低 早上的露水重 這些對老年人身體不利 而且早上濕重的空氣 會有一些有害的火粒 如果過早出門鍛鍊的話 就會吸入這些火粒 對身體不好 下日養生就要闖這六關 每關專家都比出化解方 助你輕鬆闖關 養出整年好健康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深宅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點贊、分享 和訂閱全部 拜拜